著陸成功! 我們就沒事了 但斯洛沒有打我 不要殺死我 我們今天的片段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之後還有這麼多教學片 Hello YouTube 大家好 我是Yellow簡粉與蛋頭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新的Minecraft系列 並不是玩Survival 而是玩Single Player的Creative Mode 大家都知道1.9已經出來了 不是正規 而是Stepshot 就是一個滑牆散的東西 但只有Creative Mode 不可以Craft出來 我們今天就看看 如何在1.8.8裡面 做到一個降落散 是生存模式做到的降落散 大家準備好了嗎 今天要的材料就是很簡單 一顆 一些建範 一些建範 一個火車好鬼 Minecraft 一個樹葉 然後樹葉 你可以用剪刀剪出來 然後就打火石 過來不要Dropper 要Dispenser 一些雞蛋 一些Button 最後一件事 就是要一個Package 有錢 用鑽石 OK 這是Creative Mode 所以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如果你是生存模式的 你就搭過去吧 或者在山上 可以拉出天橋 就是這個東西 就可以在空中 做一個Block 用泥Block OK 好了 做一個Block 我們可以騎上去 然後放一個樹葉 放一個Block 放一個樹葉 然後就可以 下一步就是 我們要把Dispenser 放上去 記得要Facing Upward 這個洞要向上 然後再放兩格 再放兩格 再放兩格 再放兩格高的洞 對 好像是這樣做的 然後 Mine Card 不是 路軌 再加Mine Card 動了Mine Card 這樣就不行了 我們就可以打破Mine Card 可以這樣做 放完Mine Card 馬上走 OK 大家可以搭橋在旁邊 不要動它 記得 然後 打破這個Block 在這裡 放雞蛋 OK 然後呢 可以放一個按鈕 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搭配雞 雞出來 搭配雞 是沒有的 搭配到有雞為止 OK 大家記不記得 搭配到有雞為止 好不幸 它還沒有雞 還沒有雞 快點給雞 喔 有雞了 我們不要動到雞 我們可以打破這個Block 哎呀 打到下面的樹 不好意思 嘗試一下 把樹放在這裡 好 好了 之後要怎樣做呢 我們就要打破這個東西 但在這個打破之前 我們可以打破這個 路軌就會掉了 Mine Card 即礦車就會掉到雞雞上面 我們千萬不要動它 因為雞是一個Block 雞是不會掉出街的 OK 這時候就可以變成遊戲模式 如果是生存的話 就不需要做這件事 OK 我們現在要怎樣做呢 就是 打破這個Block 好了 那隻雞 看到嗎 那隻雞 被抗車壓死了 我們千萬不要動它 現在要做的就是 燒樹葉 當樹葉一燒到爛了的時候 我們就要馬上 跳進Mine Card HELLO 大家好 看到嗎 我現在很安全 我們的Y軸 它的高度是不斷 慢慢降落 著陸成功 我們就沒事了 但斯洛沒有打我 為什麼斯洛沒有打我 不要殺死我 好 我們今天的片段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之後做到這麼多的教學片段 拜拜 不要死 好 我是YELLO 加分魚蛋頭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下面按個Like 喜歡Subscribe 就Subscribe 多謝你們的支持 喜歡的 有什麼想問 所拍的 就下面留下一個 comment 我一定會回覆你們 OK 好 今天時間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